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频宽高音量50%视频协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AP LS 0494993032964036000 Videos OC Type E PIT U0027.TV 8NC Tape 视频 狂卡53分 坎贝奇创造WNBA历史单场记录 时长约一分九秒 腾讯体育8月23日训建年来 WNBA的收视率是节节攀高 不过 WNBA女性们的收入却没有大幅增长 这样的情况 成为了一个热议的话题 早前 达拉斯菲翼控卫斯凯拉迪金斯史密斯就谈到了这一情况 他还将自己和独行侠前锋巴恩斯进行了比较 迪金斯史密斯这样说道 我是达拉斯菲翼收入最高的球员 可我的薪酬刚刚达到六位数 哈里森巴恩斯是达拉斯独行侠队收入最高的球员 上赛季他拿到了2400万美元 他是比我年轻 但你知道他的数据吗 他入选了全明星吗 我的意思是 这毫无关系 可是上赛季我入选了WNBA一阵 只有五名球员能够入选 另外 我已经三次入选WNBA全明星了 巴恩斯在2016年离开勇士 转偷独行侠时他的合同大幅上涨 不过自那之后他的表现平平 而另一方面 迪金斯史密斯无疑是WNBA赛场上的顶级球员 但上赛季他的收入仅内是15500美元 这样的收入和NBA合同最低的球员差不多 今年来 随随NBA电视转播权卖出大价钱 NBA球员们的收入也是谁涨船高 之所以WNBA女星们的收入不高 部分问题来自联盟的收入分配不均 WNBA女星们拿到的分红比例不高 迪金斯史密斯继续表示 NBA球员们能够拿到50%的分红 可是对于女星来说呢 比例只有20% 所以在我们谈论基础工资或者其他什么之前 我们甚至都无法获得相同比例的分红 这是令人满以置信的 有人会试着歪曲事实 他们说女子篮球没那么有趣 因为他们很轻视从事体育运动的女性 但我们都拿不到相同比例的分红 还有球衣销售 我们分红都拿不到 男性就可以 过去三四年来 我的球衣销售额一直排在前五 显然 相对于NBA球员动则上千万的年薪来说 WNBA女星顶级球员的收入才刚刚破十万 这样的收入确实有点微薄 WNBA球星们敢于站出来发声 争取自己应该得到的合法权益 这是值得鼓励的 封清阳